十年内,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已交付美国海军17艘,但没有一艘用于战斗部署。为何美国人认为这艘军舰可怕?这是中国海军军舰吓饺子的原因吗? 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是一艘罕见的三体船设计的战舰。美军计划建造55艘,但目前最终决定建造35艘。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7艘滨海战斗舰交付美国海军。其中4艘为试验舰,6艘为训练舰,目前只有7艘可以用于部署。 而该舰首舰的交付是在2010年1月,距今已快10年时间。美国知名军事媒体直接撰文讽刺这款战舰。 标题为,为何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如此可怕?文中不仅列举了这艘战舰从首舰交付到至今无法开出港口形成战斗力的原因, 还对该战舰的另外一个不能忍的现实提出了质疑。 文章称,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一开始的预算是2亿多美元一艘,后来增加到6亿美元一艘, 再然后又增加预算高达300亿美元35艘,也就是说一艘单价要8.7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是3000吨排水量的军舰,造价高达8.7亿美元。 而据报道,排水量为4000吨的054A护卫舰,造价在2亿美元左右。 一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造价可以造4艘054A护卫舰,这能不让中国建造军舰就想吓饺子吗? 另外,据报道,中国055型万吨驱逐舰的造价也仅为8亿美元。 一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造价超过万吨驱逐舰的造价,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 美国独立级滨海战斗舰高昂的造价成为其致命的缺陷,这也是美国军事评论人士称之为可怕的原因。 因为仅35艘该军舰就耗费了美国海军300亿军费,且不能形成战斗力,美国海军就在这样的内好中走向没落。 不仅仅是滨海战斗舰,美国的新战舰都面临这样的1280美元的咖啡杯的凶结。 福特级航母超预算造价达到了130亿美元的天价,至今因为电磁推进系统的缺陷,让航母甲板的起降机无法使用,至今尚未正式战斗部署。 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让科幻战舰这个词成为了笑柄,造价75亿美元的庞然大物,火力居然不足,成为美国海军的吉祥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